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副总统彭斯10月初的对华政策演讲 指责中国影响并干预美国选举 那么中国是如何干预选举的? 中国的做法与合法的影响到底有何不同? 近日一位研究报告让人们对此有了新的了解 彭斯在演讲中提到中国干预美国选举时 以10月初中国日报在爱荷华州当地报纸做的广告为例子 这篇文章针对的是美国驻华大使的家乡州爱荷华州 这个州在2018年2020年的选举中是关键州 文章看起来像是一篇新闻 把我们的贸易政策描述成鲁莽而有害的 幸好美国人不相信他们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葛莱伊认为 彭斯副总统的这个例子说明的是一种影响 但不是干预 我还没有看到过所谓干预的实际证据 所谓干预是强迫性的隐蔽的 也就是说不透明的 有时甚至是腐败的 就是用钱去收买 但在10月24日哈德逊研究所举行的 有关中国渗透的研讨会上 曾任职法国外交部 目前担任哥本哈根民主联盟项目主任的 普莱斯纳认为 这个例子更适合用干预来进行界定 这么做的目标是一个特定的中期选举的摇摆州 它的信息也很具体 所以总体而言 我觉得用干预来定义这个例子是合适的 记者通过社交媒体推特采访到科尔 分析公司总裁安德斯科尔博士 他认为影响和干预之间的区分主要看对象 影响针对的是广泛的人群 而干预是针对特定人群或阶层 但他强调 无论是影响还是干预 应该同等重视 因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某一次选举 而是选民的思想 会对他们未来的投票和行动产生作用 这对于保护民主制度非常关键 科尔博士于10月24日在其主持的网络期刊 政治风险杂志上发表了一份报告 题为中国如何干预美国选举 他在报告中强调中国干预美国选举 最早可以追溯到1996年比尔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时期 在那一次选举中 中国总共向克林顿团队选举捐献了200万美元的资金 此后多年 中国继续通过中间人 向包括克林顿家族和弗吉尼亚州州长特里 麦考利夫在内的政治人物进行捐款 科尔认为中国对美国选举的干预 更主要以美国精英阶层为目标 在报告中 科尔提及中国正通过其巨大的财富 来影响政治候选人 捐助候选人的商人 有可能聘用离职官员的大学和智库 以及会影响选民的媒体 他还强调 中国正发起一场反特朗普的宣传战 除了前述已经提及的《中国日报》外 美国中国总商会最近支持制作了一部 以反特朗普为论调的纪录片《善良的天使》 这部纪录片的导演 是两度获得奥斯卡奖的马尔科姆克拉克 这部片子将在美国中国总商会的多个平台 以及中国全面上映 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文山语涵的报道 题目是 孟宏伟遭全国政协开除 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被失踪 被辞职已经过去了约一个月时间 而在本周五的全国政协第十一次主席会议上 孟宏伟的政协委员资格也被决定取消 中国当局指控孟宏伟涉嫌受贿 正对其进行调查 中国国内媒体并没有在显著位置报道这一消息 在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周六10月27日刊发的通稿中 只是提到了会议审议通过撤销孟宏伟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并提请第四次常委会会议追忍这短短的一句话 而整篇报道则以汪洋主持召开全国政协第十一次主席会议为题 叙述了会议的各项其他内容 这也是今年10月上旬 中国当局宣布孟宏伟受贿涉嫌违法 正接受调查 本人以书面提交辞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职务之后 中国官方渠道首次出现的有关孟宏伟的消息 孟宏伟的拘押地点是否能够获得代理律师保障其权益 目前外界无从知晓 今年9月25日 时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从法国前往中国 据其妻子称 孟宏伟当天中午发送了两条短信之后 就失去联系 大约一周后 他还接到了说中文的陌生男子的恐吓电话 所以向法国警方寻求保护 孟宏伟妻子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认为 此案以为政治斗争 10月7日 中国国家监委发布简讯 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涉嫌违法 目前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 同一天 国际刑警组织表示收到了孟宏伟辞呈 10月8日凌晨 中国公安部召开党委会议 通报孟宏伟收受贿赂 涉嫌违法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情况 公安部在官网上发布消息称 孟接受调查完全是其一意孤行 久由自取的结果 称调查非常及时 完全正确 十分英明 充分表明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全面从严治党 和将反腐败斗争 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声明中还特别提到 坚决彻底肃清周永康流毒影响 孟宏伟2004年出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 并担任国际刑警组织 中国国家中心局局长 负责中国警方与其他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 2016年11月 孟宏伟当选为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当时这一人事变动还引发了许多人权组织的忧虑 担心国际刑警组织会成为中国当局的政治工具 不过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职并无太多实权 其主要工作由秘书长主持 德国之声中文网 发表Martin Fritz的评论文章 题目是 中日回暖藏玄机 东亚格局再洗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顺利完成访华行程 评论员Martin Fritz认为 这次中日之间七年来首次峰会 是为加强亚洲和平与繁荣迈出的积极一步 2018年亚洲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事件 先是朝鲜停止了与韩国和美国的冷战 现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国民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用安倍晋三的话来说是结束了冰冻期 从竞争走向合作 中国总理李克强则称之为进入一个合作的新阶段 虽然人们对朝鲜和中国的善意持有一律合乎情理 认为这可能只是一些权益之策 但是他为双方创造了一个相互信任的前提 对东亚局势的变化做出了反应 这样美国在战后主导世界相对和平的美利坚和平格局走向终结 其中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就是这一格局的重要标志 整个东亚地区的权力格局也发生了巨变 中国主张加强合作 导致两国关系缓和的具体原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实行特别关税打响的中美贸易战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在加强对政治和军事问题上对中国提出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需要新朋友 开展魅力攻势旨在阻止日本加盟美国的孤立战略 习近平主席肯定不会抛弃自己对安倍晋三的保留态度 在他看来安倍仍然是一个想让人们忘记日本战争罪责的修正主义者 安倍晋三通过其进攻型的外交政策抵制中国的海上霸权主张 并进行几十年来的首次扩军 然而中国领导层再也无法忽略安倍 这个日本人已经和默克尔一样成为自由世界最重要的捍卫者之一 在美国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 日本仍坚持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将之付诸实施 加快与欧盟达成的经济协议也显示了安倍致力于开放的贸易政策 为何日本也在反思 日本担心加在美国和中国两个竞争大国之间使自己受到严重伤害 中国是除美国之外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一个重要的消费市场和一个巨大的生产基地 多年来安倍一直谋求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也可以说是迫于国内经济的压力 重新建立两国新型关系表明 日本已经承认中国成为崛起的经济大国 40年前中日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后 日本开始为中国提供的发展援助 预计将结束也体现了这一点 东京政府因此在与北京的交往过程中建立了更多的公正和平等 迄今日本常常以居高零下的姿态对待中国 和平共处而非相互敌对 如果这次峰会的精神继续下去 将有利于亚洲的和平与繁荣 围绕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 中国称钓鱼岛引发军事冲突的危险正在下降 因为两国都希望建立一个热险 虽然中国和日本都没有放弃他们的领土要求 但他们又像从前那样巧妙地避开这个话题 在基础设施项目方面加强合作的前景也是一片光明 中国和日本可以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方共同建立新的高速铁路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彼此压架 相互配合的结果将是修建的铁路 集装箱码头、机场和高速公路质量更高 融资更合理的以及迄今中国常常忽略的环保和其他标准得到遵守 在这方面,北京就50个项目和融资达成协议充满希望 中日两国关系的回暖可能还不至于像安倍晋三所说的那样 成为历史性的转折点 但这次关系解冻可能是改变迄今格局的重要起点 例如,在朝鲜周边地区建立新秩序 现在就变得相对容易了 自由亚洲电台发表高新的署名文章 题目是 邓普方为何大夫发言警告习近平当局 关注中共高层人事动向 洞察错综复杂 派系分野 追踪权力斗争 历史演进 把脉当下中国政治走向 请收听夜话中南海 各位听众好 欢迎收听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夜话中南海节目 我是节目的撰稿人和播讲人高新 我们今天所要播讲文章的题目是 邓普方的公开讲话明显是在提醒和警告习近平当局 昨天 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络版刊登了以习南巡不讲改革 邓普方挺赴受关注为题的报道文章 被多家中文网络媒体以习近平南巡邓普方的讲话被指示借骨本金等标题转载 该报道文章中说 习近平到广东视察四日再没有提到邓小平的思想 反而邓小平长子现年74岁的邓普方 在9月16日举行的中国参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表讲话全文稿 本周在互联网上热传 小邓赞扬老邓等人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革命 他在发言中称 我们要坚持长期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 并强调 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不点名的提醒 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保持精神的头脑 知道自己的分量 既不妄自尊大 也不妄自菲薄 坚持立足国情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 该报道文章的记者们采访到了的香港某大学来自大陆的访问学者孙先生 他表示说 邓普方的上述讲话 对于七八十年代邓小平确立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推崇和赞赏的态度 邓小平确立的政策确实让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破除了个人迷信 邓普方此时公开缅怀邓小平并不奇怪 但是真正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他这段发言让外界注意的 恰恰是因为当前的最高当局闭口不谈邓小平 不谈邓小平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 实际上 对于邓小平以及他所确立的政策是漠视甚至背叛 孙先生称邓普方发言被热传折射服网民对当局推行自力更生走回头路的抵制心理 而在海外华文网络媒体中也有一定知名度的北京独立学者查建国先生则持与如上分析相反的看法 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无论在中国理论界及党内还是媒体 仍将现阶段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邓普方说他父亲实现了人的解放 这只极限于一定的程度 但总的来说没有实行人的解放 邓小平也是坚持思想基本原则 干掉了两个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 六四项老百姓开枪 这些都是压抑人的思想解放人的解放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讲邓普方这个讲话是对习近平的压力比较牵强 我看不能这么说 我们对查建国先生的这种奔析很不认同 首先从查先生所说的 无论在中国理论界及党内还是媒体 仍将现阶段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入手 先把十九大上出台的习世党章和此前的旧党章 比较一下 按照中共官方的权威说法 1987年赵紫阳担任总书记的中共十三大的突出贡献 就是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 指出面对世纪之交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 我们解决种种矛盾 澄清种种疑惑 认识为什么必须实现这样一种的路线和政策 关键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正是基于我国现在正处于 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认识 党的十五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精辟的回答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以及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 当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之后 党的十六大又指出 我国正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 不全面的 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巩固和极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 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 接着十七大又指出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 我国取得了举世蜀木的发展成就 从生产利益到生产关系 从经济基础到上次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 但是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一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没有变 也就是说现如今的习世党章中 关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是在原本经济文化落后的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水阶段 需要上百年的时间的说法 不过是对过去旧党章相关内容的延续 但是如今的习世党章中延续的旧内容 并不一定都是习近平继续遵守的内容 如今习世党章没有修改和删除的内容 还有禁止个人崇拜的内容 但恰恰是在十九大的习世党章出台前后 中共党内圣化习近平的宣传造势 已经堪比文革当年对毛泽东的无限吹捧 今年三月中央党媒人民日报 曾经转发了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的文章 内容提到时刻不忘反对个人崇拜 但是这篇文章在微信群获得了广泛流传之后 其原文已经被人民网删除 这篇文章说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 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 1982年在不乱反正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 在党章中郑重的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从那至今已经三十年 党章已经做了多次修改 但是这个规定仍然一字未动 这表明反对个人崇拜 是党要长期坚持的一个坚定的立场 同时这也理应是党的建设 需要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很显然 这篇文章的内容 严重触痛了习近平和他的吹骨手们的敏感神经 如果至今还没有在官网上被删除 那才是怪事 同样道理 如今我们本文所要分析的 邓普方讲话内容中所强调的 我们要坚持长期复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 这个基本判断 虽然是十九大上出台的习式党章中继续保留的 但事实上 却是习近平如今在具体的内政和外交 特别是外交政策上并没有遵循的 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邓普方这篇讲话的原文是 我们要坚持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基本判断 小平同志说过 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 还处在初级阶段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需要我们几代人 十几代人 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 绝不能掉以轻心 为什么要这样讲 为什么要讲几时代 就是要强调这个阶段的长期性 艰巨性 曲折性和复杂性 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施求是的态度 保持清醒的头脑 知道自己的分量 既不汪子尊大 也不汪子菲薄 坚持立足国情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来谋划一切工作 其实 如果单就习近平这几年 无论是在内政 还是在外交上的具体作为 无论是对非洲穷国的大法弊 还是对美国的不再韬光养晦 用汪子尊大四个字概括 确实是非常贴切 所以 邓鼓方如今趁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 一个发表公开讲话的机会 代步重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基本判断 很显然 是在提醒或者说 是在警告 已经没有能够继续保持清醒头脑的习近平当局 切莫妄此尊大 在内政和外交上 特别是在对外和对美政策上 一定要坚持立足国情 邓鼓方的这篇讲话的另外一处原文是 事实证明 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将会更加复杂 矛盾困难将会更加凸显 在国内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 国际上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增多 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方针 争取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 这个时候 要害是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那么把邓鼓方如上这段引文和前面引述的对社会主义突击阶段的实际突发 谋划一切工作这句话加在一起分析 是谁都会将此与当今圣上习近平饱受党内外诟病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 需要强调的是 邓鼓方当时发表的这篇讲话时的身份 不但已经不是名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全国政协副主席 而且连残联的具体职务 也已经因为年龄原因而只剩下一个名誉封号 同时 他这次讲话的受众 也只是中国残疾日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所以 他的讲话的主要内容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围绕残联的具体工作内容 但事实上 他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 既不是残疾人工作的方向和目标 更不是残联的过去工作总结 几乎通篇内容都是在代付发言 提醒或者说警告 已经严重背离邓小平路线和政策的习近平当局 莫要倒行逆施 我们过去曾经在这个专栏发表了 东施孝平毛泽东的习近平彻底否定了邓小平一文 回顾的内容是 1980年8月18日 付出掌权之后已经稳定住局面的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提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2005年8月的延黄春秋杂志刊登的《杜光》的文章将其称之为版封建专制里程碑 如今重读邓小平的这份八一八讲话 不曾发现当年邓小平所批判和否定的正是当今习近平所强力推行全面复辟的 当年的邓小平曾经特别强调说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 不适当的不加分析的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 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 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 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 党的一元化领导 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少数有权的人不难过重 必然造成官僚主义 必然要犯各种错误 必然要损害各系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 机体领导民主集中制 个人分工不择制等等 这种现象 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 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 领导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邓小平说 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 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 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 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 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 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 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 如何划分职权的问题 权力过分集中 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 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使得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我们数年前还在这个专栏发表过 王岐山必须要旗帜鲜明的否定邓小平一文 立刻就被网友们讽刺为标题党 因为当时的习近平刚刚安排了 王岐山出面投尸问路 习近平本人暂时还没有正式宣布 文革中人员都会背诵的毛主席语录 党政军民学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现在重新成为习近平政权的指导方针 而日后的局势发展证明 习近平不但用新党章回归了 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和政策 全面否定的邓小平 甚至已经在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方面 走得比毛泽东更远 如今的习近党当中一句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 不但是回归了毛泽东 而且是回归了文革极左时代的毛泽东 与此同时则是全面否定了 邓小平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党要管党 党政要分开 那么邓普方在他如上的那篇讲话中 也还强调过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 翻天布地的变化 这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变化 这是社会结构 利益格局思维方式等深层次的变化 这是根本性历史性不可逆的变化 事实上习近平上台之后 对邓小平路线和政策的倒行逆施 几乎也是全方位的 在政治角度尤其如此 他在党内大搞个人独裁的行为和方式 正是当年邓小平所强力否定的 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的夜话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完了 我是节目撰稿和播讲人高新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大家好 我是柳晨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YouTube上订阅明镜之声频道 首先在您电脑的桌面上打开浏览器 在进入YouTube主页之后呢 您就会看到正常的这个搜索栏 在搜索栏上面 您可以收入这个明镜之声的拼音 MING JING Radio 或者呢也可以打入中文字 明镜之声都可以搜到我们的频道 看到明镜之声的logo之后呢 您就点击它进入明镜之声主页 在最右后边的这个红色的subscribe标志 点它就可以跟随我们的最新节目 点击之后您的明镜之声的标志就会出现在跟随的最上面一栏 在subscribe的右边有一个小铃铛的标志 您只要点了它之后呢 就会收到我们所有最新节目的提醒 在我们主页的下方 是明镜的所有最新的节目的更新 感谢您的订阅 感谢您的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